今天來到4月25號 各家產受險業者的防疫險賣出超過213萬張 當初各業者設定的確診率在1%上下 但確診人數暴增 理賠倍數成長 讓他們可能出現虧損 防疫保單理賠爆量影響產險公司資本氏足率 如果增資不成最慘可能倒閉 熱賣的防疫保單年繳保費多數不到1000元 主打隔離或確診就給2萬到5萬元定額補償 對此立委很關心 金管會也來財委會做報告 如果企業母公司是大型金控 財力熊厚不怕厚不住 但中小型業者可能有疑慮 舉例全台防疫險以每張保費600元來算 確診賠5萬 213萬張能收入12.78億 確診率1%要賠10.65億 但確診率如果飆到30% 就要賠319.5億 比收入高出25倍 金管會坦言保險公司財務面臨危機 也暗示立委別再強制要求擴大承保 保證續保及擴大理賠範圍 疫情兩年多以來防疫保單承保了1100萬件 扣除已經到期的目前還有600多萬件有效 但還有不少未核保完成 至於台灣確診人數要到多少 會有業者岌岌可危 保險局說還在估算當中 目前還不會用違紀這些事 如果出現理賠的數字不斷的增加 的確在財務上會有影響 會有壓力 但不少民眾重複投保多家防疫保單 殘險業者核保加鹽應對不予承保 盡管會定調保險公司有機制 確認客戶是否重複投保 在核保程序上並沒有不對